说明大家还是有儒家思想 这本书三个大字如法道 我在这儿有时想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刚才跟包老师在讲 1974年我还在部队 当时是批林批孔批周峰 是孔老二杀邵正老 那时候都是我们学的东西 我在部队还是当战士的时候 搞一个什么 如法斗争宣讲团 我们就要到各个地方去 给人家讲如法斗争 但是我们那时候掌握的知识 都是一知半解的 我昨天晚上读这个书 后来我今天早上写了一个东西 我就说八个字 跨越古今 跨越中外 就是包老师这个书 把我们古代的政治智慧 和我们现代的一些政治思想 怎么样能够融合起来讲 另外把国外的 特别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 西方的一些哲学家的思想 和我们当时的一些思想家 怎么样结合起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呢 我就说 我打个比方 我们今天在座的人 也是如法道 包老师是儒家 传业 给人讲课 授业 是吧 像孔父子一样 要教多少 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人 这是儒家 在座的各位 是法家 等包老师讲完以后 你们就批判他 就开始攻击他 好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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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可以 我呢 就当个道家 我就到时候躺平 就是顺其自然 好吧 咱们如法道三家 就这次就这么分了 好 还要说一下 就是 今天呢 我们 稍微少讲一点 本来说两个小时 我想我争取一个半小时 节奏吧 好吧 因为包老师这两天 特别辛苦 昨天还做了一个大的演讲 但是如果说大家 法家当得好 半个小时时间 够折腾他的 好吧 我就不耽误时间了 但是呢 我们是晚开始呢 十分钟要跑掉 对对 好吧 没问题 那就行 那我们请包老师来讲吧 顺便说一下 包老师是一个 年轻的学者 当然他说他不年轻 可是呢 研究 研究这个领域 研究社会科学 这样一个领域里面 这个岁数 肯定是年轻的 对吧 不像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 30岁左右 当教授的很多 社会科学 30岁左右 当教授的人很少 我也没那么年轻 年轻不年轻 是相比较而言的 你比葛庄光老师年轻 比这个书的序 序的作者 好 那我们下面就请 包老师来讲 他讲一个小时左右 大家 最后剩半个小时互动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提 好吧 起到法家的作用 好吧 那就这样 好 谢谢 好 非常荣幸 我是跟朱老师 多年的朋友 但是我首次来到 南详书院 这么一个空间 我非常的期待 非常期待来参加这个活动 朱老师全部就还在美国 我也非常感动 我们这个项目 好像还是有神秘 支持人的 我大概知道 这个我那个神秘支持人 一定在现场听着 我们这个讲座 有宝爷是我们的赞助人 至于宝爷是谁 反正是个宝 这个宝爷也很关注包刚生 因为在这个学者这个圈里 包刚生是一个英俊年轻的 这样一个学者 我们也要感谢宝爷 当然了 我们其实还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赞助人 我就不一一说了 好 那么 今天呢 我们这个题目叫 先请危机 及其决之道 卢法道的政治理论 实际上呢 就是 我写了一本书 就这本书 刚才这个周老师就讲到 就卢法道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确实有些特别对我来说 因为在座 可能有些朋友 像明江啊 他们知道我过去研究 政治理论和比较政治的 中国政治 特别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我是过去从来没有涉猎过的 那为什么现在 有勇气来写这样一本书 甚至 我接下来还有很多学术的研讨 我们这个下周二晚上 要邀请中国国内 古代政治思想领域 比较权威的三位教授 其中两位比我年长的多 前辈教授 三位教授一块来跟我研讨 我其实希望多听一些批评意见 但是呢 我也是有信心的 有信心原因在于 我这个书 我不希望提供三个方面的东西 就是说 第一 在既有传统里 做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 第二 我没有新的文献 第三 我也没有新的史料 但是我希望以我这样一个研究呢 推动一些 范式的革命 就是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 范式的革命 所以呢 评价我这个书 或者我这个研究 如果从一个 有人从文献啊 史料啊 这些传统的视角 哎 鲍老师 你有没有贡献这些新的东西啊 我没有贡献 我不贡献新的知识 但是我贡献新的方法 那么 对于在座啊 如果你没有这方面背景的朋友来说 那他可能既是新的知识 又是新的方法 如果你非常熟悉这个领域 那他不是新的知识 但是他是新的方法 所以用新的方法来梳理探讨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书出版以后呢 学界啊 有人对我提出很多要求 因为大家知道 学术界这个争论是非常厉害的 有人就跑来跟我说 说鲍老师啊 你这个书还有这个方面或者那个方面的不足 我说你首先要看到这是一个新的范式 我说没准我的这种引路这种新的范式 他那个左朝光的续言里头就说了他有些他不太同意 也不太同意的 对确实是这样 这个 这故事要细说啊 我对隔老师有很多请教 我对他有很多这个感激 这个后面 如果这个书经过 因为我们学界需要一年两年三年的沉淀 如果学界很认可 我来细细说这个故事 如果学界不认可 这故事我就不说了 对吧 对 因为隔老师对我有很多指点啊 所以呢 我试图大概用一个社会科学的比较清晰透彻的方法 来讲中国古代政治理论 特别先秦的 然后希望呢对这些理论还有反思 所以呢 我在小范围里头讲 我说大学水平的读者 这本书大概两到三天 给他读完 我们还要按一下播放模式 他说跳出来了 跳出来了 按一下 工作人员在吗 搞技术的 应该播放模式 按一下播放模式 谁动了这个东西吗 需要按一下播放模式 你需要在屏幕上操作一下吗 不是你需要 不不不 你需要给他弄成播放模式 后代再弄啊 对 赶紧弄成播放模式 好快 好第一时间 对好 你直接弄成播放模式 剩下我来操作 好吧 可以吧 对 OK 可以 好 所以呢 进行逻辑的反思 那么大体上我的讲座呢 大概分成这么一些主题 就是说 先说一下中国先秦的政治危机 然后再说一下中国三家的政治理论 那么今天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说法 就是为什么 我可以这样说 就为我引入了新的社会科学的方法 就像这个周老师啊 这个 在做一些了解我的朋友啊 知道我过去写的书 基本上是以社会科学方式来写的 所以我这本书 也是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来写中国国代政治理论啊 所以呢 先秦危机简单的说呢 就是 按照亚斯贝尔斯的说法 那个时候所谓的全世界的各个主要文明的轴心时代 亚斯贝尔斯的定义 它是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两百年 那么也就五百年 公元前五百年前后 那么大概有个五六百年的时间 这个里头很多重要的地方都出现了 很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宗教 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地中海 古希腊 还有像中国 还有像印度 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就是很多古典文明 它的奠基都是在这个时代 那大家会发现 中国呢基本上出奇的跟这个时代融合的是 就时间上合拍的是 就是东周 对吧 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或者公元前七百七十年 到秦的统一 公元前二十一年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时间段基本是非常契合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中国出现了这么多的大体的问题 我大体上把它称为叫先秦政治危机 因为原来大家觉得西周是不错的 但从西周到中周呢 是因为西周的这个体制遇到了问题 它的分封制啊 它一套原来一套成型的制度遇到了问题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西周的分封制王朝 瓦解的这么一个时期 那这个瓦解过程中呢 出现了两件事情 对当时的政治家和对当时的思想家来说 是满具挑战性的 就第一是诸侯之间的政治竞争和军事的战争 就连绵不断的这个 我们听过所谓叫春秋无异战的说法 对吧 那么到了战国呢 其实这个战争的烈度就更加强烈 那这个战 到了这个战国的战争呢 它进一步要颠覆原来这个州的这样一个 风风制的这样一个传统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除了诸侯与诸侯之间的战争 诸侯内部也不太平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今天所谓的诸侯或者王也好 对吧 它下面的大贵族和诸侯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大贵族经常造反 甚至要所谓类似于天寺带旗 三家分禁 就这样的事情是屡屡发生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 就是有一帮思想家 他们开始问这样的问题 就什么是好的政治秩序 君主应该如何治理国家 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案去治理国家 怎么样才能实现天下的善治 他就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所以我把所有这些事情 笼统的 简单的 或者一言以蔽之 就是先秦的政治危机 那么这场危机也就是从整个东周 从这个春秋到战国 那么其实大家会发现 后来所谓的诸子百家 不同的流派 当然我认为这里是像 这个卢家法家道家是非常主要的 当然这些流派有的兴起 其实要晚一些 中间还有像墨家呀 杨朱啊等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流派 那么这两个流派 我的书里为什么没写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这两个流派后来慢慢就断掉了 断掉了 它对中国后续的政治影响 和思想的影响就没那么大 所以给它忽略掉 那么大体上呢 我们可以假设啊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 当年战国的这个 齐国的季下学宫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人在研究学问 然后就讨论 这个天下该怎么办啊 你看这个诸侯和诸侯之间 不断的发生战争 诸侯内部政治也不稳定 这个里头各种政变等等 各种政治上失序的事情 成熟不求 这个时候呢 就有不同人从不同视角 去提供不同的方案 所以这个里头呢 我们知道今天在做现场的朋友们 很多比方说有学术的背景 有企业的背景 有组织管理的背景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能从战略观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启发 就这些诸子百家呢 是面对同一场政治危机 就先秦的政治危机 其实对后人来说 它大体情况是相似的 但是呢 这些不同的思想家呢 他却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就其实事实是同一个事实 但是这些思想家 从不同的认知官家主法 提供了不同的理解这个事实的视角 而且后面呢 还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所以呢 中间有些这个重要的代表性的东西 特别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卢家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 那中间类似于像墨家 杨家 这个杨朱了 后来还涉及到 所谓卢氏道 这个氏呢 是跟佛家这个传统有关 所以呢 因为他是一个外来的 他不是中国轴心时代 自身的一套思想体系 所以我没有放进去 那还有一个会有争议的 就是所谓荀子 这个荀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 但是他基本上是由 卢路法的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我放在比较靠后的地方来讨论 那么中间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机构 就是这个季下学工 这个季下学工呢 这两张照片呢 实际上是我在现场拍的 我2021年 我自驾到山东省资博市 林兹区 就在某一个田街地头 他这个地方有一个遗址 就叫季下学工遗址 实际上今天你去看 看不到什么东西了 就是一片田野 旁边还有一个 附近还有高高的土坡 他叫这个环宫台 就齐环宫的那个环宫台 但这个环宫台的来历呢 并不是特别清楚 而且所谓齐环宫呢 历史上有两个 第一个是春秋的齐环宫 第二个是战国 也叫田齐环宫 就是有两个 这个地方其实是田齐环宫 他大概是公元前 五世纪到四世纪左右 也就战国时期 那么这个季下学工呢 当时就是所谓的这个 朱子百家一个真名的一个代表 就是大家在这里讨论学问 提供不同的方案 提供这个不同的这个方面的理解 其中当时最有名的这个 一个代表性人物就是荀子 那中间有两位著名的学生 后来对整个中国的政治 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们俩是同学 一个是李思 一个是韩非 对吧 一个在政治实践上有重大影响 一个在政治理论上有重大影响 所以这些事情呢 这个大体上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我后面的讨论基本上以料个人物和料本书为主 我也在书里都说了 我说 我 我是研究政治理论和比较政治的 我这个不是专长古文献和历史学 所以呢 我把一些最重要的文献提出来讨论一下 提供一种新的框架和范式 那这个对孔子就以这个轮椅为主 孟子就以孟子为主 老子道德经为主 庄子就庄子为主 韩非就是韩非为主 然后商鞅就商军书为主 那这些书呢 这个真为考历史上非常复杂 你大体上会从这个中国比较古老的这个学问 看到对这个书的真为考 还有民国曾经系统的发起过一个 关于这些书究竟是真书还是假书的一个运动 那么我大体认为呢 这些书呢 要么是他们本人写的 或者一部分是他们本人写的 要么呢 大体上翻映他们的思想 比如说商军书 大体反映商鞅的思想 但是肯定不是商鞅写的 所以我仍然以商军书为基本的模板 来讨论 这位法家的这个实践家 他的一些思想 那中间一些生族年代呢 讨论也特别复杂 大家知道比如像老子 我们学惯论为老子是什么时候人 一般认为是春秋对吧 又为什么呢 因为叫孔子问李一老子 孔子问李一老子 那老子如果那个时候不在 那就不可能是孔子问李一老子 他应该是跟孔子同时代的 对吧 但现在争议非常大 因为你如果去看史记 史记里有三个不同的说法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一些比较权威的历史学家 比方像葛兆光先生 球西奎先生 他们那个通过最新的这些 减薄的出土减薄的版本的 这个考证讨论 那有很多人代为这个老子的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那很有可能是战国早期 所以他有前后的不同说法 就是所以这里头细节非常复杂 但这个不是我的重点 适当提一下 那么我呢大体上 以这样一些文本为主 所以我就既然有了这些文本 我们就去以这些文本为主来讨论 来讨论这些作品 来讨论这些作品 那么有人说呢 包老师你前面讲 你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是陆军不满 那你为什么不满 大家会看到 这是我书架上拍的书的 这是目前为止中国最流行的这些版本 我差不多都有啊 刘泽华先生还有一个十卷本的 我这里没有收集 但三卷本也足够了啊 大家会看到 基本上民国的时候代表性的书 是肖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49年以后最具代表性的 应该我们得承认是天津大学 非常权威 非常资深的历史学家 刘泽华教授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他领先 他还领导一个团队 那中间的还有一些像那个民国的桃锡胜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三门五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还有这个这个呃 这个吕正宇啊 他们 那么建国以后还有一些书 像武汉大学张鑫九老师的 这个中国政治思想史 还有像 曹德本江龙海等等 他们这些教授们的中国古代政治相史 那么 我说呢 我对这个思想史的写法有一些不同意见 来自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因 跟我在二零 这个 一九到二零一零 在哈佛大学访问有关 那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呢 遇到了两件事情对我有很大触度 第一个是 这个左边这位教授 这位叫这个曼斯菲尔德 他是哈佛大学政府系西方政治哲学的教授 国内有很多人也读他的书 他有不少译本 我在哈佛期间 他已经88岁 但是每个礼拜 仍然给学生上三次课 两门课 其中一门是 一门是两次 一门是一次 他一上来讲 这个从古希腊讲起 比如柏拉图这些讲起 那我们知道 理想国开篇就讨论什么是正义 还包括讨论一些像 政治 这个 这个民主政治当中的民粹领袖和他可能的风险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想到当时做总统的美国上一位这个 就特朗普总统 那什么是正义这样的话题呢 我们想啊 就跟今天我们关心的很多问题 其实是高度的 相通的 就柏拉图2000多年前问什么是正义 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问什么是正义 柏拉图2000多年说 前说这个民主运作当中容易出现 这个能够富有三动力的民粹领袖 这个议题今天在美国后中依然存在 那第二位呢 右手边这位呢 是这个 哈佛大学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世院的埃里森 现在也是80多岁了 他这两年非常火爆 一个重要概念叫什么 修习底德陷阱 他那个书叫 注定一战 中美人避免修习底德陷阱 就他提出这个 所谓修习底德陷阱 那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他说啊 我为什么想到这个概念 他说因为是我读大一的时候 他读大一的时候啊 今天也是位80多岁的学者 他读大一的时候 上一个古希腊语的课程 老师们让他们 这个学古希腊语 而且鼓励他们 要学得好的话 可以让你们读演典 他那个时候就读了 古希腊语版本的 波罗本尼沙战争史 里头有一句重要的话 就是 这个雅典的崛起 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 而这是使得这场战争 变得不可避免的原因 大概有这么一句话 我当时就非常受触动 我说一个21世纪的 已经在美国成名的一个 政治学家 他竟然能够从2000多年 一个古典文本当中 发掘对今天理解国际政治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些思想的源泉 我就回头看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我觉得好像这个 这个写法上 对我们理解现代政治的 这个价值和意义 还是 还是有些不足 就是因为我今天 我在这个复旦大学 政治学习论教 我大体上也了解 同学们的基本的状态 然后像北大清华 这些著名高校 这些本科生 研究生 博士生 基本的状况也是了解的 你比如现在研究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基本上是非常专门的学生 才有兴趣在研究 你如果不读这个专业的 你基本上就不再研究了 也不再关心了 就这些东西呢 就成为古迹了 就你 你如果关心中国 这个历史上的 这些思想古迹 你要去读 你要去研究 那么为什么 他们两位 他研究 西方古代政治思学 这个 还有很多跟今天的关联 而我们这个研究方式 就是使得我觉得 好像它都变成一个 思想史上的古迹 所以我就在想啊 就能不能做一些方面的工作 首先第一步 能不能让帮助 这个我们啊 不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一些 学生也好 读者也好 来了解这些东西 能够比较容易了解 那么应该说 我的这个 我尽管不研究 我的专业不是历史学 也不是古文献 但我的学术训练 总体还是可以的 但即便我这样一个学术训练 我读到政治学博士 我以往自己读中国古代的 很多政治思想的 政治理论的 我还是读起来 觉得是不一定那么容易的 我就觉得非常复杂 然后它过于旁杂 这个文本这个写法呢 好像理解起来不太容易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能不能有个简单的方法啊 能够给他把这些东西进行解读 那实际上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引路了 我把它称为 用现代社会科学 重新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那么简单的说 主要做两件事情 就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进行一个新的文本解读 就什么叫新的文本解读呢 我们这个不知道 这个我们这个南乡书院 有没有一个书架啊 专门是这些先前诸子的这些理论 可能没有是吧 未来可能还会有啊 未来会有 像中华书局啊 出版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书 还有各个中国的古籍出版社 像上海古籍啊等等 出了大量的书 但你会发现呢 这个书啊 好炉烟海 庞杂的不得了 你理解起来有非常大的困难 那我在想 我用个新的方式来解读 就是你们既然讨论政治 那对我来说主要就是这件事 哪是这件事呢 第一 你们认为 你们所处的时代的问题是什么 你们处在先情 你们看到那场危机 对吧 你们认为问题是什么 所以我在这里提了个问题 叫面对相似的变局 有何种不同的问题意识 就像我们今天走到街上 对吧 你说中国现在经济好 经济不好 有不同观点 你走到街上的时候 你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思考 你认为问题是什么 第二 给这样的问题提供什么样的理论解释 这是我们社会科学常用的一种分析路径 这个问题在那里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第三 假如来让你设计方案 假如让你掌权 假如让你来治国 你要提供何种政治解决方案 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 假如这个社会按你的方案去设计 去设计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 那么这个社会最后会走向一个 什么样的理想社会 就我们能够实行何种因然意义上的 理想社会模型 或者叫乌托邦 在我看来 不管你是卢家也好 法家也好 道家也好 不管你写了多少文章 做了多少谈话 不管你的理论前后有多少的发展 我要首先在先秦这个时代里头 以你的文本 经典文本为主 我要定格你这样四个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 卢家法家道家 只要你讨论政治 主要这是个问题 所以我给他系统化 我给他根据他的文本进行梳理和解读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可以进行反思 反思呢 一个是人性假设的反思 还有是个体和群体关系的反思 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同政治思想家 建构他们理论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 很难能够建构去他们的理论 好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问两个问题 哪两个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是 凭什么这派的思想能够传承 他们历史上到底有什么作用 他们的优势是什么 卢家为什么能传承 他靠的是什么 卢家能传承 跟法家能传承 他的逻辑一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再接着问 法家为什么能传承 为什么能扩散 然后道家为什么能传承 为什么能扩散 好 还有第四个问题 尽管他们先人非常厉害 我们的祖宗 贡献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和理论 但是我们以今天的知识来说 我们能不能对他们进行反思 他们的论述 他们有很好的逻辑吗 如果没有很好的逻辑 或者如果逻辑上有问题 那么到底有哪些问题 所以我的整个分析框架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表格 在我书上是表1.2 对吧 好 经过艰苦的研究 阅读了大量的文本 包括后人对他们的研究 我的整本书框架就是这样一样表 所以我这本书我刚才跟周老师说 我说我不贡献新的知识 但是我贡献新的方法 用我这个方法可以用一张表 理解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派的政治思想 把这个儒家道家基本搞清楚 你看上面都是一样的 问题是理论解释政治解决方案 然后理想社会模型 然后整个反思从人性开始 人性假设开始 个体群体关系 然后理论优势 然后逻辑上的问题 对 他也说了 他会历史学家会觉得 这样做是不是过分清晰 已经遗漏了很多东西 但是这样做呢 有他的优点 就是能够让复杂的古代理论 变得容易被今天的人所理解 而且清晰了以后就容易露出错 这是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 对 我们我们要这个对吧 我们要描述任何一个东西 你只要给他结构化 一定有遗漏的地方 对吧 你说你进去把你所有看到的 全部描述一遍 这是过来没有错的 但是呢 他不不结构化 不清晰 对吧 所以大概大概主要是这样 所以所以功力特别好的人 比方说 你本来懂先前政治哲学 或者你本来就先前史的 这个比较行家 那你读我这本书 你只要把这个这张表拍个照就可以了 不一样读这个书 因为所有具体谈的东西 我这个框架列出来之后 你大体上就明白啥意思 对吧 但是对于大部分不研究这个领域的人说 所以我跟 我跟一些同行说 我说普通大学生读我这个书 两天读完 基本了解中国先前政治理论 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还有很多讨论和反思 所以我们简单 我们可以因为今天大致上相当一个讲座 或者导读 对吧 卢家就是右手边那个表格 对吧 那问题是 卢家当然讲了很多问题 对吧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所谓叫一个礼奔乐坏的世界 就这个世界 已然成了一个礼奔乐坏的世界 然后 孔孟关心的问题是 如何重建一套 不那么礼奔乐坏的 良善的政治秩序 这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到后面有了比较 你就会发现 法家和道家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但卢家主要关心这个 那比方说 我们会看到 比方说孔子 我在他的论义里 会找出很多这样的论述 对吧 比如说 一个案例 就所谓叫第二条 有为理智 对吧 这个 这个 孔子为祭祀 祭祀应该是 所谓叫 祭环子吧 这个也是当时一个 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大的贵族 说这个八亿五一庭 是可能也 数不可能也 那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著名的 成语的处处 对吧 是可能 数不可能 那八亿五一庭 什么意思呢 就一个大贵族 在家里 啊 祭平子是吧 这个 八个 这个大贵族 在家里啊 在大客厅里 宴会厅里 表演这个舞蹈 八亿就是 八成八的 这个舞女 在那里表演 这是谁的礼仪呢 这是天子的礼仪 诸侯是六成六 贵族是四成四 就他只能是 四成四来表演 这个表演 这个舞蹈 他结果搞成 这个八成八 这个就是有为理智了 就是 这个 严重有为理智 那么 这个在今天的观念里 我们想 这有什么不得了 是吧 那这个就是涉及到 孔子所处 那个时代 对于周的 特别是西周的 这样一些礼仪的一个 一个尊崇 孔子认为 这是他的整个秩序的一部分 当然下面这句话 更明显 对吧 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 至天子处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 至诸侯处 实际上 现在还出现一个问题 所谓叫 这个正不仅是诸侯 天子不一定能掌握 诸侯也不一定能掌握 很多时候在贵族手里 所以这是孔子的问题意识 那孟子的问题意识呢 大家会发现 其实呢 孔子更注重的是理智和秩序 大家可以看出来吧 孟子其实更关心什么呢 普通人的苦难 就他也关心理智 也关心秩序 但是呢 孟子更关心普通人的苦难 他会说这个毅力问题 天下交真理 上下交真理 国威义 所谓饥寒贫富的问题 有道无道的问题 能以不能的问题 诸侯征伐的问题 所谓著名的春秋无意战 就是这个孟子说的 那么这样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 我们就回到前面这一张图 就所谓 这是一个以礼奔乐坏的世界 他怎么来重建良善的政治秩序 那么好 第二个问题 这是孟子讲的当时的一些 方方面的情况 我就细节不说了 那么 我是一个社会科学学者 说的高大上一点 我是一个社会科学家 我总是希望 你们讲问题 不管是先人也好 今天的学者也好 你最好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解释 就对于他发生的一个事情 你得说他为什么发生 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是一套比较固化的社会科学思维 所以我就问 卢家对这样一个所谓 礼奔乐坏 这样一个秩序的危机 提供一种什么样的解释 也就是说 所谓西周体制 或者周朝理智的这样一种衰竭 或者瓦竭 或者衰落 那么我发现呢 卢家呢 其实并没有这个系统理论解释 他基本上是描述为主 他没说原因是什么 就知道礼奔乐坏了 原因是什么呢 没系统讨论 尽管有时候他会提到 但像法家呢 基本上逻辑性更强一些 所以我给他总结一下 他大概进行三个维度的讨论 一个是观念维度 刚才 刚才这个孟子这段话里 他也讲到 说这个天底下呀 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 出来了 影响了你的观念 对吧 甚至会讲到什么呀 这个 杨氏为我 杨朱为我是无君也 莫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群授也 整个秩序都乱掉了 还有行为的维度 对吧 刚才讲八一五一庭 又讲 臣氏取经则有子 子氏其父则有子 那秩序维度 叫礼悦征伐至诸侯初 还有所谓赔臣之国命 这个都是这个乱掉 就观念乱了 行为乱了 秩序也乱了 但是呢 这些讨论里头呢 对因果关系的讨论呢 应该说儒家说 我觉得他是不充分 那么好 我们再进一步问 那怎么办呢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孔子 孟子 我们在他们的书里 我们会看到大量的论述 那么按照我的说法 就是四个支柱 所以葛老师对这个我的 三个流派 都能用四个支柱来表示 他觉得是简洁清晰的 就是说 肯定也会引起争议 是不是有人说 包老师还有没有其他因素 非常重要 但我觉得儒家的政治解决方案 基本是这个支柱 叫恢复周朝理智 奉行政治伦理 还有施行人政 还有 世人要坚持什么 君子能格 所以我这两天 跟一些朋友讨论 我是现在中国有所谓 新儒家等等说法 我说你讲儒家 你作为知识分子的角度 讲儒家 你首先要恪守一个东西 是吧 君子能格 不恪守君子能格 你这个讲儒家 基本是活着挖道 对吧 这是非常正宗的儒家 我们会来进行讨论 那么 孔子在整个论语当中 其实我们很多人过去不太注意 因为我们主要不从政治理论的角度 来理解论语 如果从政治理论的角度 来理解论语 整本论语当中 最重要的是三个字 叫无重周 对吧 周监狱二代 欲乎文在无重周 就我希望能够回到周朝的理智 我们今天的说法 我们希望回到周朝的理智 对吧 所以你看到 比方说孔子讲的话 天下有道 指礼乐征伐 指天子出 然后他觉得呢 如果是赔尘之国命 就这个国家呀 三代都不能维持 就乱了 整个秩序都乱了 对吧 所以天下有道 则正不在大福 天下有道 则素人不义 然后又讲 名不尊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这些东西都是讲他的 这个理智的重要性 对吧 那中间有个著名的对话 像齐景公问正义孔子 孔子对于冤军 臣臣 妇妇 子子 我们如果再加两个字 就是夫妇 妻妻 就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基本是这个 整个儒家 这个对于理智这块呢 就是所谓 做君主的 要有做君主的样子 做臣子的 要有做臣子的样子 做父亲的 要有做父亲的样子 做儿子的 做子女的 要有做子女的样子 那他基本上 这套秩序 应该是这样一套秩序 对吧 那么而且呢 大家还会发现 我们一般来说 儒家的这个学问 到今天流传到今天 我们经常会更多的讲究 所谓叫下位一方 对上位一方的 这样一种尊重 忠诚和责任 对吧 但其实在孔子和孟子的 讨论当中啊 上位和下位 是互相有责任的 不是说只有下位一方 要对上位一方 表示忠诚 表示尊敬 上位一方也有恰当的行为 这两个之间是互相 互相之间有关系的 比如说 这个论语里有这样的说法 对吧 君始成 陈氏君如之河 对吧 孔子对于 君始成以礼 陈氏君以宗 就我们现在经常讲 陈氏君以宗 但是呢 还有一个叫 君始成以礼 就礼和宗 这是一个对应关系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秩序 就是周朝礼制 按孔子理解 这个完整的秩序 对吧 那孔子说的更直白 对吧 君始成如守足 折 陈氏君如复兴 君始成如全马 折 陈氏君如国人 对吧 君始成如土戒 有些版本上 有什么草戒的这种写法 这陈氏君如仇扣 扣仇 叫扣什么 这个词不好意思 我因为涉及到太多的这样的词 我这个有些地方注音 我经常怕念错 扣仇是吧 没有 我不敢 经常怕念错 而且 现在确实做这一块的研究 还有个重大难题 就在于 有时候有不同的版本 你会看到 因为有不同的注释本 不同朝代 有不同注释本 所以它有些写法也不完全一样 这个里头有很多不一致的一些地方 第二个我想非常重要 就奉献政治伦理 对吧 那我们非常熟悉它一些话 像这个 论语理 唯正以德 对吧 还有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明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理 由耻其格 就这样的一些 还有包括像正者正也 只衰以正 俗改不正 所有这些东西都强调 所谓 这个要讲政治伦理 那最最经典的这段话 是在世书开篇当中 我们经常看到的这段话 对吧 叫所谓 古之欲明 明得以天下者 先知其国 欲知其国者 先求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振其心 欲振其心者 先成其意 欲成其意者 先知其之 智之在格物 然后就要说一套东西 那最后我们知道 就所谓最著名的 叫修其自平 修身其家 治国平天下 这些东西就从这里来 所以它总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你作为世人 特别是这个官僚阶层 你就要讲这个政治伦理 那治国的时候呢 他应该奉行一套政治伦理 然后通过一通教化的办法 让我们的世人 让我们的老百姓呢 遵从这样一套伦理 那么孟子的说法呢 就相反 什么叫相反呢 他不是说政治伦理不重要 而是说什么呢 你不要一天当晚讲历 你要讲历的话呢 这个国家就很危险 是吧 著名的像这个那段话 对吧 说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历武国乎 然后孔子就说 王何必业历 有仁义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大家都说历 那么就会出现这句话 叫上下教征历而国为义 对吧 如果大家说历呢 万圣之国 世去经者 必千臣之家 千臣之国 世去经者 必百臣之家 就这样一些呢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君臣之间啊 这个诸侯和贵族之间啊 就会打打杀杀 都会是一个厉害关系 都是一个 一个非常凶险的关系 甚至会讲到兄弟之间 父子之间 也有可能会是这样一种关系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天下就很难治理 这个秩序呢就没有了 所以他讲这个所谓第二个 就说奉行政治伦理啊 所以无论从国君 治国 世人 还有普通老百姓 都应该奉行这样的东西 好 除了这个以外 还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不仅老百姓 应该遵守秩序啊 应该 应该恪守一套 一套一套 一套规则 作为君主的 他非常强调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儒家传统啊 我们说的儒家传统 其实很多新的这个论述里头 把这个东西严重的落花了 就他其实儒家的 整个政治治理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件 我把它称为 世之助当中 极其重要一个之助 就是君主 应该实行能政 所以能是孔子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对吧 所以我把 左边把这个论语里 涉及到能的一些 最主要的一些东西 都放在上面 但是我不得不说 非常遗憾 就是 儒家呢 不是很注重 定义的严密性 对吧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学问啊 你说一个概念 你如果这个定义不严密的话 我们在课堂上 经常会找到学生的挑战和质疑的 对吧 同行会来批评你 但你会发现 论语里有几个词 有个几个观念的字 定义呢 都是比较宽泛的 其中一个就是能 对吧 你看 言言问能 子曰 科技复理为能 科技复理就是能 对吧 那你会觉得 科技复理就是能 你把科技复理 能是什么样 就是科技复理 他往下说的又是什么 又变成 己所不义 无私一能 他就是能 再往下就是能者爱能 是吧 他后面这些什么 温良公解浪这些东西 又变成了能 所以这个对能 到底是什么 其实呢 孔子非常重视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 极其明确的定义 而且他复干的范围 是极其宽泛的 我这个书上 有很多详细的讨论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觉得能 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看这个 到这个地方 你看到孟子 这个地方 他对能的重视程度 就更高了 对吧 你比如说 像他这样说 三代之德天下也以能 其实天下也以不能 天下不能不保 天子不能不保四海 诸侯不能不保社稷 清大夫不能不保宗庙 世俗人不能不保四体 这是孟子的说法 所以孟子对能非常重视 那么孟子对能的 这个重视呢 他很大程度上呢 又跟明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你君主 所谓实行能证 最终来说 是要有利于明 当然他的评价标准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 所谓叫明为贵 设计赤字 君为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君主的统治 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明 所以有这样一种理念在里面 对吧 那么孟子呢 你看我右手边 还有一套论述 这都是孟子上的原文 对吧 你看他特别讲究 你这个君主啊 你这个征税啊 干一些政务啊 你要不为农食 对吧 不要胡来 这样的老百姓 才能生活的好 他后面还讲到 对吧 这个五母之宅 树之以伤 五十可以依博矣 然后下面一些来讨论 就你要物夺其食 就是你这个君主 无论征税 无论是征服 征这个劳矣等等 都要顺从这个民意啊 便利民意 甚至这个孟子 有这样一个理想 其实者 这个依博实陋 黎明不稽不寒 他希望能够自理天下 他达到这个程度 这个其实我们会知道 要求是蛮高的啊 其实前农业社会达到这个程度 已经是最高的标准了 穿比较不错的衣服 能够每天或者每餐 能够食用这个漏食 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但是孟子在当时已经提出这样一些要求 所以这个基本上第三个支柱要求是因人证 好 第四个非常重要 就这样一套方案要能够实行 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要坚守这个君子能够 那这个当然不是对君主来说的 主要是对士人来说 对士大夫来说 或者说在朝廷当中为官的那批人 和在野当中那批比较有学问的 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 这批人应该做君子 那么孔子和孟子都集中讨论一件事 就是一个君子或者一个士人 在一个社会当中 当这个社会有道或者无道的时候 这个士人怎么样能够安身立命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讨论 你比方说 论语里头有所谓叫 帮有道不费 帮无道免于行路 宁无子 帮有道则知 帮无道则于 他有很多讨论 还有说 为帮不路乱帮不拘 天下有道之陷 无道之隐 帮有道贫且贱也此也 帮无道负且贵也此也 他有很多这样一些讨论 还有说帮有道则是 帮无道可 这可卷而怀之 卷而怀之给了我们今天的感觉 好像是不是可以论了 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帮无道的时候 这个学问就隐藏起来 就不要到社会上去运用你的学问了 如果是帮无道的话 对孔子在论语里当中 对君子的要求 我这个书当中有一个总结 它大体上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如果帮有道 士人应该积极入室 协助君主治理国家 这是孔子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 第二呢 如果帮无道那怎么办呢 士人基本上应该消极必识 基本上应该消极必识 这是第二个观点 那么有人如果去问孔子 那说帮无道 我们要不要跟这个 无道的这个社会啊 这个统治机构啊 进行硬碰硬的舒适搏斗呢 孔子的观点是 你大概不要这样干 不要进行舒适搏斗 这是他的三个观点 就是观一个士人 应该在一个有道或者无道的社会里 怎么样安身临命 他其实对卢家的君子伦格 他有一套要求 但大家会发现 在第三个观点上 其实呢 孟子的要求是更高 孟子有更强烈的 这种不斗的这样一种情怀 我们会看到对吧 你看孟子的责任感非常强 我们看到叫五百年必亡者心 对吧 然后等等等等 他最后说 如以平治天下 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也 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这个天下一天天在变坏 我知道了这些学问 这些正确的学问 我怎么样能够运用自己学问 然后让这个天下回归正途 对吧 所以他说 居天下之广居立 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正道 这才是精子应该有的样子 对吧 得自与民由之 不得自独行其道 对吧 所以后面那句著名的话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以 威武不能欺 此之位 大丈夫 所以这个其实对今天的四人来说 要求是很高的 就这样一种安安身立命的要求 蛮难的 蛮难的 但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孟子对这个四人的要求 比孔子对四人的要求 还是要高不少 那著名的那段话有我们中学教科书当中有所谓鱼和熊掌 就是舍身取义的关系 好 还有一句非常非常具有原则性的话 十六个字 天下有道 以道训生 天下无道 以身训道 这个要求非常高 这个要求非常高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我觉得孔子更多提的是底线要求 如果天下无道 你至少不应该为虎之长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那个孟子大概要求更高 觉得天下无道要勇于搏动 要勇于搏动 所以他们对这个君子能格有一套 这个有底线到比较这个高端的这么一些一些谱系 但是不管怎么样 君子能格非常重要 君子能格非常重要 好 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回到前面 我们所谓叫四个支柱 就是如果这个天底下从秩序角度 能够恢复周朝理智 治理角度 如果能够奉行政治伦理 从上到下 按照一套伦理的办法 教化的办法来治理 然后君主这块能够实行伦政 而世人能够克首这个君子能格 那这个天下呢 就应该会进入一个 卢家所认为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有效的这样一种制度的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是什么 我大体上会说 卢家的意向社会 大概讲这么几个标准 第一是政治道德主义的 它是德制的 而不是其他的 它不是说没有制度 礼本身是一种制度 对吧 但是从德制的角度来讲 它是道德主义的 而不是制度主义的 它是德制的 而不是法制 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吧 卢家意识形态 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 一个是能 一个是理 那统治者 你应该为政以德 实行能政 士大夫呢 修身治国 还有君子能格 那最终实现的政治愿景呢 就是上下有序 还有呢 民众的福祉 这是卢家 所希望实现的 这样一个社会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 完整的来解读卢家 而不是呢 只偏重新某一个方面 某一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现在 这个因为 因为大家现在研究 这些古典的这个思想 各有各的想法 有时候呢 我们容易把这个尖 金念歪啊 容易把金念歪啊 有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这一切都实现了 那卢家的理想社会模型 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有两个 一个是大同 一个是小康 对吧 那我们前面都非常熟悉了 所以大同 我们就在不同的文本上 都读过这个文字了 对吧 所谓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学已能讲性修目 然后下面 故人不读亲其情 不读子其子 是牢有所忠 状有所用 幼有所所长 或者幼有所养 不同的说法 我们后面 所以大概 他讲的是天下大同 第二个标准呢 是说大同 如果实现不了怎么办呢 如果大道激引天下为家 那天下为家怎么办 就各亲其亲 各亲其亲 各自其子 后面这一套套说法 那也是可以有一个 有秩序的这样一个状态 尽管没有办法实现大同 所以前面大同是高级纲领 后面这个小康是低级纲领 就两个东西的 两个不同的标准 但是这个都是 卢家的理想社会模型 但总的来说 他是更希望实现大同 后面是低级的纲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这个卢家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框架之后呢 后面我想这两家 我们可以稍微简单一点 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 分析框架 好 那法家 法家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法家有两个 最最主要的问题是 第一个我把它称为叫 君主的危机 第二个叫 成就罢业的难题 就君主置身有危机 另外一个 没法成就罢业 对吧 那你比如说 韩非子在 这个初见秦 这样的篇章当中 他会说 四灵诸侯不服 霸王之命不成 秦当罢而不罢 没法成就罢业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叫 爱臣太轻 必为其身 人臣太归 必亦主位 主妾无等 必为弟子 兄弟不服 必为社稷 所有这些讨论的说 你君主 你得非常小心 你非常危险 你时刻独处在危险当中 所以就两件事 第一是叫 我这个书上的可能叫这个君主危机和霸业困局 大概是用这样八个字来总结 那么商鞅呢 重点也讨论 他更多关心那个怎么样称霸的问题 对吧 三代不通力而忘 这个武霸不同法而保 大概自是不义道 变国不必法骨 大概这样一些说法 那么 卢家如果说前面这个理论解释相对弱一些 我觉得法家呢 其实理论解释会更强一些 那么对于君主的危机呢 其实法家的解释 特别是韩非的解释非常清楚 简单的说 按今天的标准 我们很多人读过经济学 对吧 我们看亚当师妹当中有段著名的话 讲这个屠夫啊 酿酒师啊 他们给这些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 他不是为了别人 而是为了什么 自立的打算 所以这个所谓叫经济人假设 或者叫理性人假设 那其实呢 韩非早在亚当师妹 之前两千年左右 就提出了经济人假设 而且他的提法 更加的血腥 更加的血腥 我们来看两段话 他说第一 这个叫一善左善 水人之伤寒人之血 非骨肉之轻易 利之所加矣 故鱼人成鱼 则鱼人之富贵 匠人成官 则鱼人之妖死 人不贵 则鱼不瘦 人不死 则官不买 情非正人也 利在人之死也 在韩非子的贝内 这一片当中 这里的鱼人 就是坐车的那个人 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为车匠 坐车 坐马车的那个人 所以他讲这个道理 无论是医生也好 坐车的匠人也好 还是坐官的匠人也好 坐官木的匠人也好 你看他都从自立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世界 所以韩非子这个话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接下来的话 更血腥 他讲的就是高层政治当中 就是在国君这个内宫里头 宫廷里头 对吧 他说丈夫 这个丈夫是国君 是诸侯 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 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 古代因为人的寿命 也没那么长 以衰美之妇人 是好色之丈夫 则生死见书见 而子余不为后 所以呢 就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王妃啊 就是 这个所谓色衰爱慈 他这个美貌不行了 君主就容易 移情别裂 那他生的儿子呢 因为这个 这个君主的 这个移情别裂啊 附带着影响 这个指示的 他的继承的这个位置 和他的次序 这个 所以这个王子也很担心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呢 就出现一种局面 这种局面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 他们希望这个君主啊 叫束死 就这时候如果这个君主死了 对他们是最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讨论是非常血腥的 对吧 这君主一直活下去 他就会喜欢别的王妃 更年轻的王妃 然后更年轻王妃之后呢 可能会有别的这个王子的宠 那这个继承这个君主位置的这些资源 秩序 权力的安排 都会跟原来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韩非对推断 就有人希望这个君主束死 所以说 立在君之时也 这个就是极其凶险 所以韩非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呢 就是应该说是非常血腥的 他后面又讲 就不光是你的宫廷 内宫当中 还有你身边的人 所有八种身边的人 这些人都会危险 还有所谓叫爱臣太清 必为其身 人臣太贵 必于主位 主妾无等 必为弟子 兄弟不服 必为舍弃 还有所谓你下面的这个诸侯 对吧 这个天子担心诸侯 诸侯担心下面的大的贵族 这个里头都容易有问题 所以韩非的理论可以总结一下 说每个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 当他处在宫廷和权力的角逐当中 君主身边的人 因为这样一种特质 他随时有可能会危及 君主的权力和利益 甚至危及君主的政治生存 而这个结构 对韩非来说 是一个稳定而永恒的结构 所以君主的危机呢 其实很难最终解决 但是君主可以通过一系列办法 去改善这样一种状况 去克服这样一种危机 后面讲君主应该怎么办 那商鞅讨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国家要 要这个所谓要这个称霸 一个重要条件 就这个国人得从事两件事情 第一是农 第二是战 这个国家能经历得主要干两件事 第一发展农业 第二是战 那么农的目的是什么呢 农的目的也是战 我们知道发展农业生产 带来很多好处 第一粮食增加了 第二人口可能增加 第三呢税收会增加 第四 农员还会增加 所以从事农的目的也是为了弄战 那么这个这个山鞅会说 那很多人不搞农战怎么办呢 他就要想办法让大家去搞农战 这是他们对于这个所谓叫 君主危机和霸业困局的一个理论解释 那么怎么办 简单的说 要做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强军 第二件事情农战 第三件事情法治 大家注意啊 这里是制度的制 就是法律制度 第四件事情赏发 赏发是个非常重要的制级手段 那么强军呢 这个 刚才我们已经很多讨论了 就是说 特别是韩非 讨论了大量的跟强军有关的事情 那么简单的说 我们后世把它总结为要用综合运用什么 法术式的办法 去想办法提高君主的这样的位置 你比方说 他这里讨论所谓叫七术 对吧 还有所谓这个廖威 人主有五庸 所有这些都是说 君主的权利是容易射掉的 容易流落到臣子手中 君主的权利慢慢就流失了 最后这个权利就不在你那里了 尽管你还是君主 那么大家想想看 你如果回到战国时期 回到春秋时期 其实有些著名的案例的 对吧 你看这个田氏戴琪 就是著名的案例 对吧 我们看三家分镜 那无非是因为 镜主政的那家控制不住贵族 他最后就三家分镜 这个背后有很多案例 还包括很多君主呢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死于非命 有很多谋杀君主的人 还是他的臣妾呀 还有他的子嗣呀 还身边的这个重要人物啊 等等 所以这个呢 都有一套 这个不仅有逻辑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证据的支撑 商鞅呢 也讨论这些东西 但总的来说 强军这一块 这个韩非是首席理论家 他讨论的是非常充分的 但大家有看到 韩非这么写书呢 他一定会带来一个问题 他这个书呢 很多时候只能作为君主 放在哪里啊 放在床头 就枕头底下 睡觉前早晨起来发一发 他没法大量的印制 然后作为一个 这个政府高官的学习材料 一学习那就坏掉了 对吧 大家都开始玩东全数了 对吧 所以韩非这个学问 他有个天然的特点 他没法作为一个 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行传播 那他里头还用了皇帝的一句话 所谓叫上下一日百战 上级和下级之间 君主和臣子之间 诸和和贵族之间 一日百战 一天啊 无数次都在搏斗 各种细微的场景 就像一样搏斗 所以大家发现呢 因为这样一些东西呢 使得中国后世的一个学问 比较幽暗的学问 也就全数 这个东西呢 在法家这个地方呢 找到了他的理论资源 和相关的源头 第一强军 第二农战 对吧 那么农战这一块 大家中一节 我们刚才讲过了 那么商业关心的是 如果大家不农战怎么办呢 所以一个重要的东西出现了 所谓叫圣能作一和立出一口 对吧 你看他一开始说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决也 国之所以心者农战也 那么意思是 君主能够控制城下的 主要是官决 而这个国家的心事呢 主要靠农战 但问题是 如果普通的臣民 他不求官决呢 他干别的呢 对吧 他经商呢 他搞房地产呢 他开书店呢 也能挣钱 那就没人弄农战了吧 所以他要把 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 和普通老百姓 特别是精英阶层 这个精力往一个地方倒 往哪里倒呢 就是农战方向倒 怎么能够把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 他的精力 都能够往一个方向倒呢 一个重要的做法 就是立出一口 这个政府要控制 这个社会所有的利益通道 这个时候 精英阶层 才不会一天到晚 下想 七想八想 对吧 不会想着搞金融啊 搞地产啊 搞工商啊 搞进出口啊 搞移民业务啊 对吧 他就不会搞这些东西 他就一门心思 就是要么当兵 要么充实农业 这个君主要想办法 把大家的精力都往那个方向倒 所以这里提出了非常非常 今天看来重要的思想 我说这个思想重要 没说这个思想是好的啊 我就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思想 对吧 你看 所以你看 这个立出一口 则国多物 出十口 则国少物 守一者治 守十者乱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这个 等实现了圣人作一和立出一口 则牙认为呢 一个国家就能够聚焦于龙战 那么立出一口这种思想 以今天二十世纪之后的 政治哲学来分析 它就属于一种新的思潮 这种思潮我们把它称为叫 政治全能主义 就是要通过权力 把一切都控制起来 来就政治全能主义的思潮 我们知道 阿伦特写过一本著名的书 叫极权主义的起源 极权主义是全能主义的 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 我想我们书店应该有这本书 要没有的话 静一下 所以这个农战 所以这个农战思想 不仅在于农战 而且它还提出来 就是要圣人作一和立出一口 要控制整个社会的利益的管道 和相关的通道 好 第三 法治 那这个呢 其实相对简单一点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有些最原则性的东西 我说一下 对吧 你比如说 韩非子说 国无常强 无常落 奋法者 则国强 奋法者落 则国落 奋法者国强 奋法者强 则国强 奋法者落 则国落 它这样一些思想 这个话呢 反复出现在一些文本当中 甚至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些文件当中 而且它还有这样的说法 叫 法不阿贵 成不闹取 法之所加 智者佛能词 勇者佛感真 大家想看 这个要求很高 对吧 法之所加 智者佛能词 勇者佛感真 就它这个法律要实行到这种程度 就是全部都做到整齐怀疑 没有人可以讨价还价 他认为这样一个法律才会起作用 不要说这个你触犯这个规则了 但有人给你打个电话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这个就不行 这个就不叫法家的法治 而且这还是制度的治 所以它倡导这样一些东西 另外一个呢 它总的来说是倡导变法 这个变法呢 我们知道我们结合前面这个 我们知道前面是东周体制 对吧 从西周到东周这样到 丰丰治 从天子到诸侯到 到这个到大府的这么一套治理体制 那么 无论商鞅还是韩非 都应该认为一个变法 应该通过这样一个来解决问题 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所谓叫赏法 赏法是重要的治国手段 对吧 那我们看到 韩非讲的著名的话 左下角 对吧 民主之所导致其成者 二病而已 二病者行德也 何为行德 约杀戮之为行 庆赏之为德 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公司管理的说法 它是什么 就赏和罚的办法 对吧 就一个是行 一个是德 然后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以商鞅为代表 商鞅觉得一个国家资历的好 应该首先中赏 首先中罚 他首先要中罚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普通国民生活在那样一个法家体制之下 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 又要利出一口 又要中罚 是吧 而且商鞅还说呢 就中罚清赏 则尚爱民 民死尚 中赏清罚 则尚不爱民 民不死尚 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商鞅还说了一句 今天让我们很多这个比较富有的阶层感到恐慌不安的话 中间最下那句 叫治国之举 贵令 贫者负 负者贫 就统治者要有这种能力 能够让贫的阶层变负 让负的阶层变贫 对吧 让负的人变贫 让贫的人变负 贫者负 负者贫 则国强 就这样一个国家 国家会变得强大 当然 他的逻辑是什么 他的逻辑就是说 一个国君能够把这个社会当中的人 特别是精英阶层 他的精力都导向什么 君主想要的方向 那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这个方向就是农战 就是农战 所以你看 他这里又强调了 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所谓立出一孔 对吧 所谓立出一孔的问题 所谓立出一孔 一孔者 这个空就是孔 其国无敌 他因为达到这样一个 这个政府能够控制 这个社会上最主要的资源 能够把它聚焦到农战上 那这个国家就是无敌的 所以呢 我后面对这个法家的讨论 我还有一个说法 他们为什么那么终身农战 是因为无论在韩非 无论在商鞅的观念当中 他们都设想了有一天 这些诸侯国会面临一个 最终的决定性时刻 这些诸侯最终可能都会面临一个 决定性时刻 这个时刻是什么呢 就是主要诸侯国之间的 最终的那场战争 就你迟早会面临这场战争 所以呢 按今天的说法 其实这个商鞅和韩非 特别是商鞅 他背后这个思想当中 因今天二十世纪的 军事战略思想的说法 他其实有一个隐隐约约的 他没有提出来的 我把它称为叫 总体战模型 他有个总体战模型 他最终是为了等待 这个大决战到来的那天 所以今天所做的工作 都是为了在 让这个中和国 在未来可能那场大决战当中 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这是他的主要关注 也是他的战略焦虑 大家想如果这么想的话 前面很多做法 是不是有些道理 可能就会有些道理 所以他的理论 大概完整的理论 是基于这样一些思考 好 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四个方案 所谓强军农战 法治和赏发 这个就是法家要自立国家的 主要政治解决方案 那么如果这些实现了 那么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所以法家理想社会模型 我把它总结为这么一些要点 简单的说是要在中央 胜能作义 我们可以具体区分出 六个这样的特征 就君主强大 法治有效 赏发分明 立出一孔 聚焦农战 一空就是一孔 还有一个成就八业 如果你按他的这个方案去做 无论是韩非的还是商鞅的 你最终来说能实现这个 所以大家也知道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法家的方案会普遍的受到欢迎 不止在清国 在卫国 在韩国 一度都受到非常大的欢迎 而且都取得了一些成果 所以这是法家的一个方案 好 那我们我们第三 我们来看看道家 如果大家还有兴趣 反正我们可以去讲下去 顺利还可以是吧 对 因为这个一般 一般老师的教授们的特点是 即便感冒了 讲起克兰就忘记自己感冒了 你如果不提醒我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看道家 道家他这样的 道家问题是基本说是 目前这个社会 也就是先秦这个社会 春秋战国这个社会 它是一个偏离道的社会 目的是要建立一个 合乎道的社会 这是他们的目的 当然这个道是什么 我们会不会讨论 是吧 那么 这个如果 那为什么说这个 这个社会已经偏离道的社会了呢 对吧 因为因为 因为老子他们的理想是什么 你看这个 这个不上贤使命不争 这意味着是什么 现在是明真 对吧 不贵难得之祸 使命不为道 这意味着现在是什么 明道 对吧 不见可遇 使民心不乱 意味着现在什么样 民心乱 然后他又说 天下这个 这个多忌讳 而弥贫 盗贼多有 等等这套东西 然后他又说 大盗废有能义 智慧出有大卫 料清不和有此效 国家混乱有忠诚 等等这样一套讨论 那么 都意味着就所谓 这个社会 在老子看来 已经是偏离了道的社会 好 庄子应帝王这篇里头 有个故事 这故事呢 原文稍微点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他非常简单 找一个义的版本 这个 这个 这里有几个庄子假想的人 其中一个叫街舞 还有 这还有个叫街鱼 还有个叫日中史 他说啊 这个街舞见到狂是街鱼 狂是街鱼说啊 日中史跟你说了些什么呢 然后街舞说啊 他告诉我 做国君的 凭借自己的意志 制定法度 人民 谁敢不听 从而规划呢 就意思是 日中史这个人 主张这个观点 就做君主的 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 来制定法度 然后慢慢规划这个人民 那这样呢 天下就会好的制定 但是呢 狂是街鱼呢 说啊 这个恐怕是 胡说八道 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 就君主可以凭自己的意志 来制定法度 然后这个社会 这个人民就能规划 就能实现天下的 好的治理 他认为这是胡说八道 说他这样治理天下呢 就好像要在河里 要在海里 挖足 河道 海里要挖个河道出来 让蚊子背负大山一样 不可能 我们看这个 的原文叫什么 由 涉海 着河 就在海底里头 要着一条河出来 使蚊 覆山也 使蚊子背负个大山 这意思 所以他这个比喻用的都 非常的夸张 非常的夸张 意思是 就是 你如果想要靠君主的意志 根据这些意志 制定法度 然后治理社会 你要想治好 就由 涉海 着河 而 识文 覆山也 就都是不可能的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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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说 乱想 那么 我们 讨论一下 就是道家理论解释 基本它是这样的 一个 两个东西的循环 就如果是符合道的自然秩序 那就是好的 但是呢 我们经常放弃道 而且要用一套人为的秩序 来替代这套符合道的自然秩序 也就 这套人为秩序是不合道的人为秩序 那么如果走向了一个不合道的人为秩序 那这个治理就会走向糟糕 所以反过来应该寻道 并且无为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能建立一个符合道的自然秩序 大体上这么一个逻辑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大体上 这个是四个办法 第一个叫寻道而为 第二个叫楼落储下 第三个叫无为而至 第四个叫杰胜弃制 大家关于杰胜弃制呢 现在又不同说法 有很多这个争议和讨论 那么寻道而为啊 它有很多讨论 我细节不一定讲那么多了 我最喜欢的 整个这个道家文本当中 最喜欢的一段话 大概是这里左下角 叫天地有大美而不原 事实有明法而不义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他就讲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要顺其自然 然后他又说呢 你比方说像这个天地篇当中 他说这个叫 大圣之之天下也 遥荡民心 使之成教易俗 几灭其贼心而皆庆 尽其独治 其性之自为 而民不知其所由难 他基本上 要就顺着这个自然自序 来治理这个国家 而不是要用套 人为的秩序来治理国家 那么一个经典的一个文本 大家在我们很多中学课本上 都涉及到 所谓刨顶解牛 对吧 刨顶解牛呢 好像我们一开始 从养生的角度来理解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我们更多还可以 从治国的角度来理解 刨顶解牛是预着什么 这个牛本身的身体的结构 进行自来的解剖和解构 所以他都特别省力 他把这个过程形容和比喻 为什么 就你整个治理要遵行什么 本身这个道 不要用人为的秩序 去扭曲这个道 对吧 所以呢 我这里说啊 我引用了老子一段话 我也给他总结一下 我说这个中间有三个含义 就第一呢 道是无处不在的 第二是道运益万物 成就万物 第三呢 道运益万物却不占有 成就万物却不居功 所以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然后又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所以大概是整个一个就是要 要跟着这个 根据道的这个原则来治理 而不是根据任何人为秩序来治理 第二个呢 就是要楼落处下 这个呢 今天已经被一些机构 作为战略学的一个教程 所谓楼落处下 这个首先出现在道德经当中 大家看到 对吧 你看他有些基本的 很原则性的东西 你看 上善落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出众人之所物 故姬以道 居善地心善烟 以善能言善信 正善治 事善能 动善时 物为不争 故无由 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叫 以其不争 故天下 目能与之争 江海之所以为白骨王者 以其善下之 故能为白骨王 所谓叫海纳百川 海纳百川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最低 它最低 所以上善落水 不仅这个水 这个 这个 楼落无骨 而且呢 我们还发现 水处在最低的位置 所有东西都向它 那个地方流淌 所以它讲呢 就最强大的东西 其实处在下位的东西 而不是处在上位的东西 它又拿这个 生物来做比方 对吧 叫 人之身也楼落 而死也坚强 对吧 我们也知道 这个 我们能活着的时候 这个身体是很柔软的 对吧 一旦能没了 那会非常坚硬 所以到底是落好 还是墙好 揉好 还是这个坚好 所以万物草木 之身也揉翠 其死也枯搞 就讲这个东西 所以强大处下 揉落处上 从这个角度来 它非常强调这个东西 另外像天下 莫揉落 这个以水 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它还强调所谓 叫楼落胜刚强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也是它治理国家当中 非常注意的 这样一些原则 好 还有一个叫吴威尔治 这个呢 既有很多 非常原则性的东西 又有很多具体的东西 你比如说 我们非常具体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明知鸡 是以上十岁之多 为什么老百姓 饥饿吃不上饭 是因为身为缴税太多了 是吧 民之难治 是以其上之有为 是以难治 为什么老百姓难治 因为上面作为太多了 管制太多了 限制太多了 所以这个社会就变得难治了 它有很多具体的这个说法 然后它也有很多原则性的说法 对吧 你比方说像 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行天下 目落无为 对吧 何为道 有天道有能道 天道才好 能道不好 也按天道去治理 所以应该尽可能无为 上面有句话叫 我无为则而明治化 我好尽而明治正 我无事而明治负 我无欲而明治朴 这个几乎是一个 中国古代的一个 自由放任主义的一个 经典的先源 一个文本 但是我后面会强调 这个道家的自由放任主义 不等于主张自由市场经济 这个有很大差异 它是主张自由放任 但是它其实对市场是不友好 因为市场要调动人的利益 又要进行复杂的交易和合作关系 这个是他觉得这套秩序是不一定很好的 后面还会讨论 然后呢 做领导 按照吴威尔智能应该怎么做呢 但这段话有不同的译本 主要是从西汉以来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那么我还是用这个比较我们传统上沿用的一个道德经的这个版本 叫太上不知有职 其次轻而欲职 其次卫职 其次卤职 太上不知有职 最牛的领导 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这个是最好的领导 最卓越的领导 第二等级的领导 就是大家要亲近他 赞誉他 觉得他是个好领导 但他其实跟那个 大家不知道 这个领导存在的这种领导 已经差了一个档次 最好的领导是 大家不知道这个领导的存在 太上不知有职 其次轻而欲职 然后其次卫职 就第三等的领导 大家都害怕他 恐惧他 对吧 担心他惩罚你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社会上很多人会心生恐惧 恐惧会成为一个心态 然后最次等的领导 大家都侮辱他 修辱他 罗骂他 所以他觉得这个领导 按照无为而至的这个思想 这个领导分成这样四等 那么今天呢 我知道这样的话 仍然还经常出现在 EMBA 企业家 培训班的这个 相关的教程当中 就对于理解怎么样做领导 道德经上的原则 怎么样尽可能 按照事情本来的这个 规则 本性去管理 去治理 而不要天天想这种 这样一种强行的办法去管控 对吧 所以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说 为者败之 职者施之 对吧 你做你才会失败 你不做你就不会失败 对吧 这个很有智慧 但也生用在一定范围 你做才会失败 你不做就不会失败 对吧 你拿着他才会失去 你不拿着他就不会失去 对吧 所以他有很多讨论 就是说 那甚至按这个庄子和老子 特别庄子的一些想法 做君主都不要轻易去做的 因为你做君主 就本身已经违反这个 道的秩序 自然的秩序 还有一个叫 即圣气质 所谓叫即圣气质 名利百倍 即人气名副辞孝 即巧其利 道贼无有 有这样一些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呢 恰恰跟哪家的学问 产生了冲突啊 特别是 杰仑气义的这样的说法 所谓跟卢家 对吧 我们回到前面 就是说 按照道家的说法 就卢家的方案 是次等方案 是不好的方案 是因为你首先 是违背了自然秩序 你违背了自然秩序 你一天到晚 就要讲人意啊 这些东西 所以所谓叫 大道费有人意 智慧出有大位 国家混乱有宗秩 就你本身已经偏离了 这个道的秩序 用到人为的秩序 你表面上认为 用这种人意的 这样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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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智的一套办法 去治理国家是好的 但是 按老子的说法 这个已经违背了自然秩序 这已经是次等的秩序 你因为不能找到一个符合自然的秩序 所以才会走到这个局面 而这个局面本身是有问题的 对吧 所谓叫 故失道而后得 失德而后能 失能而后义 失义而后理 所以它整个都基本是反路家 反路家的 所以 所谓叫 杰森气质 但是关于杰森气质 这个表述本身呢 现在学术就有很多不同说法 因为我们这50年 出土了很多简薄的版本 里头呢 古代这个 不同国家战国的文字 有不同的版本 又有不同的表述 那这个争议呢 我就 我就不去做这样一些讨论了 因为我的重点也不是 在古文献学方面 有多少进展 所以大体上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你看 这一段文字里头 稍微有点难度 对吧 但是我们给它 让大家好读一些 就翻译成现代汉语 对吧 所以 抛弃了聪明智巧 大道才能停止 毁去诸义 小道就没有了 稍回服印 人民就可以复归淳朴 是吧 击破这个斗寸 人民就不会相争 全部毁去天下圣人之法 人们才可以参与讨论 后面又讲音乐 讲很多东西 对吧 还有第二段说 高居上尉的人 喜好智巧 而拼起了大道 天下就会打乱 所以各种这个人为的做法 人为的法度里 都会让这个天底下 设起他本来应有的样子 所以大体上是这样 好 那么 如果要这一切做得好 那天下会怎么样呢 那么按照道家的想法 那就会实现 小国寡民的理想 对吧 这个是著名的道德经历 八十章 我们很多人都读过 对吧 这个我想 这个最著名的一句话 就是 灵国相忘 鸡犬自身相闻 明知老死 不相忘了 前面说是 甘其使美其福 安安取其乐其俗 对吧 然后前面又说 虽有假兵 无所成之 对吧 虽有周语 无所称之 甚至语言都不需要了 是吧 使民富及神 而用词 复杂的语言文字 这些都不需要了 这是老子所设想的 这个理想 理想王国 那么 庄子里头呢 有一段话 就是 我把它称为叫 智德之士 就是说 他设想了一种情况 大概会怎么样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就是 跟老子所设想的 这样一种 小国寡民的状态 不需要很多 这个 法律法度 靠自然规则来进行治理 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我们讨论到这里 基本上把 卢家 法家 道家 这三家的 这个政治理论 以我的框架 做了一个讨论 那么 当然 到此为止 我们停留的 还是文本解读的阶段 那么 在座各位觉得 如果让你来选 如果你生活在先情 你更赞同哪家学术 你觉得哪种秩序 是好的政治秩序 如果让你投票 你赞同哪家 道家 我们企业家朋友 普遍当中道家 是吧 在座的管理者 这个企业家朋友 那我想 这个就是说 卢家 法家 道家 他其实各有各的悠长 那么 我后面的工作 实际上 我要进行比较和反思 那我们看看 这个他到底 这个讲的怎么样 那其实就是这个表 对吧 这个表前面已经说过了 前面这个 文本解读这块 已经说过了 那我们接下来 做下面的讨论 所以 我们首先讨论 基本能性假设 大家会发现 卢家基本主张 性善说 对吧 孔子没有直接说 人性善 但是他说 心一相敬 也习相严远 后来三字经当中 就说 人之初心本善 心相敬 习相远 狗不叫心乃千 而孟子是在 卢家当中 非常明确的表示 人是有向善之心的 对吧 侧眼之心 修物之心 恭敬之心 是非之心 这些都有 而且他这些认为 这个时候 都是内部固有的 还不是外部教化的 当然我们知道 后来到了所谓 荀子这个地方 荀子呢 我呢 不把它作为 卢家的典型代表人物 因为他的人性假说 已经跟经典的卢家 发生很大的偏离 而这样一种 人性假说 就启发了这个法家 启发了 启发了这个后面的韩非 所以这是一个 基本能性假说 还有个体和群体关系 卢家有一套预设 大家会发现 卢家的学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们最大部分 都是关系中的个人 而没有个人 本身作为个体的存在 对吧 我们英文的individual 就是所谓 你的个体的 抽象的个体 在卢家里头 基本是不存在的 对吧 我们 你会看到 他基本上世界上 最主要的 就有这么几种关系 最主要的是 君臣父子 后面还有夫妻 兄弟 朋友 而他的整个理论 基本上是一个 人际关系的一个 政治化的一个伦理学 他前面讲 我们讲均均诚诚 富富之子 对吧 还可以加上 富富其其 我呢 在礼记里头 找到一段话 卢家呀 关于这个秩序的规定 真是非常严格 他关于走路 都有很严格的规定 对吧 道路 男子游右 妇女 妇人游左 车从中央 这个也是为了防止什么 男女之间 瘦瘦不轻 对吧 因为男女在一边走路 就会大散 对吧 就会加微信 是吧 加了微信 后面就控制不住 是吧 所以男子游右 妇女游左 车从中央 他有一套 走路 都有一套 很严格的秩序 对吧 然后呢 富之子随行 胸之子厌行 朋友不相遇 他讲那个 你跟前面那个人 或者跟旁边那个人走路 他起觉你跟对方的关系 对吧 你跟父辈的 你要跟在他后面 他如果是你的兄长 你要跟着他 但又不要离太远 对吧 朋友 同等的朋友 互相走路 这个 就一起 这个就相当于 不要超越 不要超过别人 他所有这些 都是研究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会发现 他最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 人际关系的伦理学 而这个 人际关系的伦理学 上升到政治化 上升到一套制度 基本上就是 卢家的 知我学说 所以他整个一个是 人际关系 政治化的伦理学 那么由此会推导出来 就像 家国一体的政治理论 就家和国会一体 从个人到家 叫国 家国一体 另外呢 他一定不会存在 古希腊意义上的 那个所谓叫 公欲和私欲的 这种精确的话 一定是模糊处理 所以他有 有这样一个逻辑 我们可以看的 会比较清楚 那么 这个后面还会有一个图 可能 我特别把后面这个图 给他提炼出来 后面还有个反思的 这样一个图 后面再讨论 好 那么这是两个方面的预设 就一个是 人性的预设 一个是个体和权力 关系的预设 那么我的框架里头呢 我把这两个东西呢 认为非常重要 就 我们一个政治理论呀 你怎么看待 人性 这是一个基础 对吧 你读联邦党人文件 人家怎么看待人性 由此衍生出一套 人家的自国学书 对吧 人家怎么看待人性呢 人不是天使 统治者也不是天使 所以人不是天使 所以国家是必要的 统治者也不是天使 所以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 也是必要的 然后面一整套套 所以 他有一整套 人性的假说 在这个基础上 他就像第一块砖一样 整个理论大厦的第一块砖 有人性假说 是第一块砖 另外一个呢 就关于个体和群体之间 关系的这个 这个假设 也是非常重要 他有一系列预设 你看 这样一个预设 如果放到 布拉图和亚历斯多德 那个地方 大家肯定有不同看法 我们放在今天 我们也有不同看法 对吧 所以 你包括今天 我们所谓的法律原则 今天的法律原则 非常重要的 就是从 一个独立的个体开始 我们说某某是公民 然后他享有一整套权力 就从这个开始 民伤法当中 也有这样的一些主题 但是卢家呢 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我们 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进一步分析 那卢家为什么会成功 对吧 我们后面会讨论他的不足 他为什么会成功呢 两个最最重要的功能 卢家能成功 最最重要的两个功能 第一个是对君主来说的 第二个是对社会 对世人 对民众来说的 对君主来说是什么呢 他他提供了一套 理智和君主制的政治秩序 当然后面他还有一整套 合法性的叙事 那么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就是史记里头 记载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这个人叫苏孙通 苏孙通这个人呢 很有意思 他的命运呢 是跟刘邦高度的联系在一起 我们知道啊 勤政是非常严苛的 对吧 所以刘邦说啊 刘邦进入这个咸阳的时候 就耶法三章 就简化 简化以后呢 他建国 完成建国之后呢 他的很多东西也很简单 而且大家知道 刘邦这个打天下 楚汉相争 打得是非常艰苦的 所以相当来说 他那帮建国的功臣 起初跟他都是什么 尽管是他的下属 但也是他的兄弟关系 就朋友和兄弟关系 所以由于一起打天下 朋友兄弟关系 所以一开始是很随便的 是吧 都是一起打天下的哥们 相当于 只不过你是 我们当中的这个 主政的那个 那后来就发生什么情况呢 就尽管宫廷已经建立了 在宫廷里开会的时候 群臣是什么 饮酒争宫 罪祸万乎 拔剑击柱 把那个剑拿出来 在这个柱子上拼命的敲 刘邦觉得 这样恐怕不行 因为那时候天下已经安定了 国家已经立起来了 皇帝也坐上了 对吧 那这样搞个话不行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儒生 苏生通跑来跟他说 说儒家呢 未必能够帮你赢得天下 但是儒家可以帮你守成 怎么办 我来给你制定一整套制度 礼仪 所以这个人就给刘邦制了一整套制度礼仪 然后从那一套礼仪完成 然后又演练几次之后 某一天开始正式上朝了 然后我们在古代宫廷剧里看到的那个场景就出来了 对吧 这个大臣们进入宫门的时候 一道一道的卫室 然后一级一级的台阶 最后走到这个皇帝办公的宫殿里头 然后行打理 就那套东西开始了 所以这个刘邦干完这个时候才说 哎呀 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 做皇帝的乐趣 做皇帝的快乐 我以前没有做皇帝的感觉 因为那帮都跟我是兄弟 喝了酒胡作非为 根本没人尊重他 对吧 我今天才知道 做皇帝做贵 多么的尊贵 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非常重要 那呢 儒家呢 提供了一整套世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教化 还包括民众的这样一种日常教化 大概是 大概是这样一些方面 好 那么但是儒家有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蛮多问题 所以我进行逻辑反思 我现在给儒家贴了个标签 我估计儒家有很多人会不满 我把它称为叫文学之国论 而不是逻辑之国论 我们的朋友 白彤彤教授不知道会不会满 我改天跟他讨论一下 对 我改天要跟他讨论一下 大家会发现 孔子 孔子基本上是关于通过对话下论断 他基本上不讲道理 就不跟你讲逻辑 他只讲观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孟子论说呢 一个孟子呢 其实这个逻辑性更强 但他最后往往归结到一句话 然而不忘者为之有也 我们学社会科学很较真的对吧 然而不忘者为之有也 那我就要问啊 你按前面的做法都成王 都成就八业了吗 你给我提供几个案例 有没有相反的案例啊 来 孟子最后就断然决然说 来不忘者为之有也 另外一个 卢家呢 基本上是一个重古主义和复古主义 就他认为前面是好的 所以卢家在春秋战国那个时候 他已经走上了一条路 就是否定现在回到过去 我发现像基督呢 就基本是否定现在走向未来 对吧 现在都是有罪的 未来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叫关系中的人 没有个人 没有抽象的个体 所以找不到个人的位置 没有抽象的我 这个在古代好像不要紧 但是你到了现代 大家会发现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建立到法则和规则 基本上都是趋于抽象的个人 对吧 你今天去找工作 人家不会问你 你是谁的谁 是吧 当然有些部门会问你 你是谁的谁 对吧 你可能会给他写个条子 一般的这个部门 他不会问你 你是谁的谁 对吧 你一个抽象的身份 你去找工作 然后就可以加入他那个组织 在里头工作 做一份贡献 拿一份薪水 对吧 你如果跟人涉及到纠纷 你也不会 人家也不会问你 你是谁的谁 对吧 你如果伤害人家权力 人家到法院起诉你 那你就是一个抽象的个体 人家也是个抽象的个体 所以现代社会这套 工业社会这套规则 基本上是一个抽象的 个人的技术 但卢家呢 经常找不到抽象的 个人的位置 大家可以去读一读一下 论语 梦子 特别是论语里头 我说呢 整个论语当中 只有一句话是最抽象的 那基本上是唯一的抽象法则 就有 子贡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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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 有一言而刻意 终身行之者乎 孔子说 其树乎 那树什么意思呢 举所不义 不思于乐 这个话呢 接近于这个 整个世界古代文明当中 主要的几个文明当中 都提出来的 所谓叫黄金法则 基督教里有这样的说法 伊斯兰教 印度的经典 都有这样的说法 大体上是说呢 你想别人怎样对你 你就怎样对别人 黄金法则 这个是高度抽象 其所不义无事于乐 这里的己和人 都是抽象的 但你会发现 论语里 几乎很少有这么抽象的 他基本都把人放在关系当中 对吧 那么 问证这个地方 就是说 大家会发现 我通过这些话呢 主要想说明 孔子基本上是讲论断为主 就是说 他较少有逻辑推理 这里讨论都是问证 都是极重要的事 只有最后一段 有点简单的推理 前面都是什么 论断 对吧 前面论断为主 然后卢家的关于这个 个体的关系呢 大家还发现 他基本上呢 左边是等级关系 右边是平等的关系 大家会发现 卢家主要是左边的关系 右边的关系 左边的关系 他都有上位和下位 君臣 父子 夫妻 对吧 都有上位和下位 朋友可以分出掌用 兄长那也是 也有上位和下位 他基本上都有 他基本上没有抽象的两个个体 这些关系 所以他一整套学说呀 原则呀 治理的这个规范呀 都跟这样一个等级有关 都跟这样一个等级有关 好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他设想 这个州是非常好的 西州是非常好的 但其实西州真的那么好吗 对吧 那我们看到像 司马迁 文王武王的时候 他会说 赌人敬老 慈少 礼下贤者 日中不暇时以待事 事以此多归之 讲这个文王 怎么做 就所谓 然后武王 刻音之后呢 所谓叫 众马以华山之羊 放牛以桃林之虚 就意思是 这些 这些牛马呀 兵器呀 都可以不用了 就认为 武王 文王和武王 他已经进入一个 治理的理想状态 也就是对孔子来说 对卢家来说 在 州的时候 初年 他是有个理想国的 这是他的理想状态 他希望能够回到 那个理想状态 但其实历史的真实 真的是 就那么理想吗 所记者 我们会看到 对吧 那个 史记里就有记载 到周成王那个地方 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对吧 就开始作乱了 然后呢 我们今天会看到 这个 史记当中 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个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李峰教授的研究 一本书叫 西州的灭亡 中国早期国家的 地理和政治危机 他是借助 就是这个 金属上的敏文 用经文来研究 用这个资料来研究 西州的政治 那你会发现 西州确实存在过一个 相对比较理想的时期 但是很多这个国家 开国的时候 不就都存在过一个 较为理想的时期吗 对吧 我们像看这个 西汉的文景之志 那个时候也不错呀 对吧 这个 这个 这个税负 税负都很轻 人民安居乐业 对吧 经济增加很快 财富增加很多 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但是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稳定的均衡 所以 他希望 所谓叫 无从州 州的 真的存在过一个 长期稳定和谐 天下擅自的理想国吗 恐怕 恐怕并没有 而卢家呢 他基本上是道德主义的 不是制度主义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跟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号称讲短一点 讲那么长 对 就教授的通病是吧 还有 他就一般规则比较确实 他很少讨论一个 普遍的 永恒的和这个 这个一般的 所以我把康德的本书 放在这里 叫永久和平论 他要考虑永久和平 在这样的问题 韩非 人性假设 性恶 对吧 商君书里头也同样的说法 基本的差不多 然后 法家的个体群体关系意识 他从性恶论呢 走向了君主 中心主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跟亚当斯密 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呢 他觉得这个社会 应该是一个 全能主义国家 他有个总体战的模型 他预设未来会有一场 最终的战争 而还有他作为个体的个人 就是说 作为工具的个人 就是说他 他个人本身不是目的 不把目的 不把个人作为目的 而把人作为工具 他基本上是农战体系中 粮食税收 兵源的供给者 这是个人的主要价值 除了这个个人 没什么价值 所以个人就被工具化了 那么为什么是法家呢 其实非常重要 除了刚才讲的 他这个微观基础 他不要讲逻辑以外 非常重要的 他提供两个东西 一个是国家建构 一个是权利的基因 对吧 大家想想法家 为什么最重要的胜出 秦和其他国家 都进行法家改革 根本问题是 当时大家面临一个 国家间的军事竞争系统 所以这个就符合 我们今天政治学当中 所谓国家构建的 这些逻辑 强军强兵 官僚制法制 把贵族打下去 这个都跟 后面欧洲 近现代国家 兴起的逻辑 也是很像的 所以法家会审出 所以后面呢 从这个春秋战国到秦 后面是个君主制 中央大一统的 中央这个 就全官僚国家 后面就出现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法家是这样一个 国家形态的现身 和他理论接触 另外一个就是 他提供了跟权术有关的 这个思想和策略 这恰恰是中国古代政治的 优暗免 优暗免 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的问题像包括像 基本价值主张的缺失 他没有价值观 韩非有价值观吗 没有价值观 商鞅有价值观吗 没有价值观 君主的生存 君主的霸业 就他们的唯一标准 他们甚至没有说过 你应该做一个好人 这是非常要命的 作为一个思想家 那么庞杂一套理论 对吧 这个是非常要命的 他基本价值主张 是完全缺失的 还有一个 你会发现 他没法成为官方 主要意识形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主张上下一日百战 所以他是一个 秘而不宣的统治术 实际上君主在用 但他不说 他没法说 因为一说之后就乱套了 还有他把君主 放在非常核心的位置 但是君主客观上 也是不稳定的 这个就是他的理论当中 非常严重的一个缺陷 还有一个 他我们把它称为叫 早期的政治全能主义模型 就是立出一口 圣人作译 把这个社会所有资源 都统合到 政府想象的方向上去 早期的政治全能主义模型 另外一个 他必定会陷入 马尔萨斯陷阱 因为资源都富为统治 他不会迎来后面 这些经济的繁荣 高振扎等等 这是大概法家的问题 道家呢 基本上 他的人性假设是 无知无益 然后 统治状态下 人性会败坏 会治争 道乱 然后他个体群体关系的假设 他是强调 自然状态和自发秩序 这个跟我们所设想的 阿耶克意上的自发秩序 有点相似 但又不完全一样 他强调 淳朴自在的个体 还有消极国家和这个无为而至 他基本上强调这样一些观点 然后 那为什么道家会一直存在呢 其实道家有两个主要功能 第一就是 一个王朝建立之后 他往往需要一个修养生息的过程 所以一个王朝初创 国家困苦 这个时候如果统治者奉行黄老之术 让百姓休息 让大家搞经济 这个时候经济会发展 经济会恢复 然后社会会烦恼 老百姓普遍会过上不错的生活 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 这是他一个主要功能 所以大家会看 西汉的早期文景之志那个时候 黄老之术非常流行 对吧 就修养生息政策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当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 四人没法自存 四人不知道怎么安身立命 这个时候转向道家 在道家那个学会里头 找到一种自我的安慰 就怎么样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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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在为人方面能够做到自洽 所以道家呢 他理论有相当的抽象性 他主张一种秩序的自发性 而且道家是唯一中国三派当中把金军权置于边缘地位的一个学术 而金权不具首要的或者中心的地位 大概这样 道家理论呢 我们有很多反思 这反思第一个是什么 所以我把它称为一个叫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 因为它是主张君主吴尔治的这个空想主 为什么呢 还跟第二个有关 叫去情境化的政治理论 为什么 当时春秋战国是一个国家间竞争体系 小国寡民是部落社会 你早就超越部落社会了 对吧 你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 按今天的说法 整个大概中原这块 这个后来秦统一这块的地方的人口 应该在一千多万了 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甚至更多 那么所以没法回到部落社会 你已经是这个国家间竞争系统了 你怎么能回到过去 所以它是个去政治化 那就不考虑当时政治理想的可实现性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它其实是反技术进步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对吧 庄子天地片里头有个故事 就孔子的学生 子贡男友一处 跟汉英一位交地老丈的对话 那个子贡说可以发明这个新式饮水器械 他对这个饮水器械还有一个描述 我觉得很不简单 因为那个时候能想到这个新式饮水器械 老丈呢 这位老丈 这位老党者就说 这个有机械心者必有机事 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你就违背了人的淳朴的本性 违背人的淳朴的本性就偏离了道 那我们今天这个软件啊 这些都没法弄了 对吧 都是高科技 都高科技 所以它是反技术进步的倾向 还有一个呢 它尽管是自由放任主义 但是它却是反市场 所以道家的学术是把自由放任主义 不加务为而至 和个反市场结合在一起 我们原来有一回 它自动的会推导出什么 主张这个自由市场 不是的 它是小国寡民 不贵难得之祸 要扫持寡义 结巧气力 基本上回归到一个比较原始淳朴 简单的 不是前现代 甚至是一个先秦之权 这样一个部落社会的这样一个生活 小国寡民的生活 大概这是它的想法 那它中间还有一些逻辑问题 这个逻辑问题当然不只是道家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对吧 比如庄子 因为庄子啊 有一天路过 看见一个很大的树木 伐木的人呢 没有把这个很大的树木发取 庄子就问他 为什么不伐这个树 说这个木材没什么用 庄子说呢 这木以不材得以终其天年 所以无用是最好的 有用就会有危险 就会被伐走 对吧 然后出了山呢 到这个朋友家里头 朋友呢 就杀这个鹅来宴请 这个庄子 然后呢又说这个 其中一个鹅是能明教的 一个是不能明教的 那么就问杀哪个 主人说呢 就杀不能明者 就把不能教那个杀了 把能明的那个留在那里 这就意味着有用是 才是有用的 无用是有风险的 结果到了第二天呢 弟子就问庄子 说昨天山中之梦 以不才得终其天年 经主人之宴 以不才死 先生将何处 庄子孝爷 周就庄周 就我将处以 才与不才之间 这个呢就 中国这很多普遍一个问题 就是慢慢就不讲逻辑 就是这个逻辑上 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文学作品 会觉得不错 就是他会觉得 但从逻辑角度 会有很多问题 会有很多问题 这个是像这个香港的 非常非常有影响的 中国古代哲学的教授 劳斯光那个书里头就讲 中国古代这些理论逻辑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人说过这个问题 好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所以呢 这个 卢家法家道家 我基本上用几个东西 现代政治学标准来划分它 对吧 从积极消极的角度 积极消极 我们不要做人的积极还是消极 积极就是介入政治 有所重要 消极就是退出政治 超越目前的制度 从这个角度呢 卢家和法家基本是积极的 道家是消极的 消极退出 甚至做国王都不要做 对吧 那保守和进步 也不要按常规来理解 保守就是回到过去 进步就是勇往之前 卢家是希望回到过去 回到中 法家是勇往之前 就是 他其实在呼吁一个 君主制中央就叫官僚国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为什么法家会胜出 对吧 所以我上面画了 他们处在春秋战国 前面是西州风风制 后面是秦朝大一统君主制国家 一个保守一个进步 还有一个从 自由权威保守进步这个角度来讲 法家基本上处在 强调进步 同时强调权威这边 卢家基本上处在 强调权威 但同时是趋于保守 而道家呢 也是保守 但是强调自由 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 对吧 他们的功能决赦呢 你看 卢家主要提供制度理议 意识形态和合法性 为世人和世人提供政治伦理 法家主张强军行政和称霸 然后为世人或者世人提供 所谓权术 那道家呢 他修养身心政策 还有一个乱世中的处置 这些 所以大体上呢 是这么一个分析的讨论 那么当然 我最后还有一个总结了 就是说 我讨论了这个书里有很多详细逻辑的讨论 我说我们今天的历史情境呢 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中国轴心时代政治理论 固然始终是我们理解 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文明演化的一种资源 但是呢 他们不应该成为一种思想的图腾 我说正如戏言所说的 面对祖先的这些著述和理论 作为后人呢 我们固然应该先存敬畏 但同时呢 一颗包有一颗懂得检讨和反思的心灵 毕竟呢 每一代人都应该需要 都应该需要部分的 或者整体的突破 先辈曾经为后人设定的论知框架 所以总体上呢 大概是这样一个基调 好吧 好 谢谢 今天包老师跟我说 今天不太舒服 能不能少讲一点 说讲一个小时 大家讨论半个小时 结果他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这点上体现出孟子的思想 这个以身殉道 同时也有法家的思想 没有道家的思想 这个包老师呢 他是一个三北的学生 北大的本科 北大的硕士 北大的博士 然后哈佛的访问学者 是一个学者型的 所以我在听他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讲得头头是道 但是像我这样一个俗人呢 我听的时候 我就不断地在想 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子 我可能更多的是想 过去的思想 怎么样能够和今天的现实 能够结合起来 所以刚才讲一个选择题 儒家 法家 道家 你投谁的票 刚才那位先生说 他投给道家 要我投票的话 我投给三家 我认为应该是三家融合 才是最好的 要光是一家肯定不行 说点现实 这个我以前研究中共党史多一点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前面的几位领导人 陈独秀 薛秋白 然后是向中发 但是实际上是傀儡了 后面是王明 然后李立三 第四个是秦邦县 第五个是张文天 这五个人 这五代领导都没有成器 因为他们就是一种人 就是知识分子 也可以把他们贴上一个儒家的标签 为什么到了我们伟大领袖这里 他就成功了呢 我认为他不单是知识分子 他还是一个法家 他也有道家思想在这 所以只有这些融合起来 才能有我们把古代 古人的这些思想的精华 能够融会贯通到我们现实中来 今天因为时间很短了 我们晚开始了十几分钟 我们延长十几分钟 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几个好吗 你不用站起来 你个儿太高 就是我当回法家 就是想稍微讲一些 我就是感觉很多人看儒家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会 就是把关注点放在那个恐怖上 像那个包老师提到的 那个白童东老师 他论证那个儒家和民主是兼容的 他也是用孟子的学说来 但是我感觉就是 其实儒家 你像他在后面宋朝还有明朝 都就是开支善业 就是发展出很多不同的流派 然后后面很多思想家也在补充更新 像比如说 比如说明末的那个王福之 顾炎武 黄中西 他们也是 就是他们也是显现出一些 比较自由派的一种色彩的儒家 就是可能和孔孟那种儒家不太一样 就是我感觉 但是很多人就是 那个研究基督教的时候 就是他们研究就是改革以后的基督教 而不是那种比较原教旨的 比较保守的基督教 那么您对这个问题 就是大概怎么看 就是就感觉很多人研究儒家的时候 就只看孔孟就是 我还是得说 其实我的专程还是政治理论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里也主要是以孔孟的文本为主 后面不能说我完全没有研究 但是 一定要让我对后面的问题 做精神的探讨 我觉得可能你问错了对象 因为我核心的理论是这个表格 有这个表格里的问题 也可以放开 给大家学术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 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认知 就是知道自己不知道 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不擅长什么 所以呢 这个表格范围内的东西 我整个书和整个研究主题 你自己问问我 比如说像明清之际 有一帮人反思君主制 类似这样一些东西 我当然也有研究了 但是我跟现在这个 比较流行的书上的 很多看法不一样 我认为他们基本上 没有超越这个 尽管他们有很多反思 所以类似这样一些讨论 可能又是一个新的课题 就关于这些理论 在后面的演化 那么我可以顺便说一下 我做这项研究 其实有两个目的 或者两个动力 一个动力是 我觉得这个实在太重了 然后我作为一个政治学者 我以往读别人的书的时候 读了很多 都觉得不甚清晰 不甚明了 读很多才能了解一点 我就觉得这很不满意 我说天下学问 没有那么复杂 我就要给他搞的 就够话一点 让普通人读300多页东西 大概就明白了咋回事 这是一个目标 第二个呢 我还要做一项 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 社会科学研究 那么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 其实有三个重要的维度 一个是思想 一个制度 还有一个事件 你把这个搞清楚 基本上能够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 这个领头 大概有一个基础和积累 这是我在思想上 做一些铺垫 但是这不代表 我后面会用大量时间 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我既不是我的专长 肯定不兴趣 那么有些话呢 在书里头 没有说的太直白 也没有说的太狠 也会引来很多争议 我是觉得 小范文 你不会都上网吧 这些 全都上网 我的意思 待会会回放 什么 全都有 回放 那我还 我还说低调一点 我觉得 就是没有那么高深 其实道理就那么一些道理 就是我这个表格里的 一个道理 剩下都细节 我不说剩下都不重要 但卢家珍的理论 你从孔孟这两个 基本文本出发 当然后面 到董忠书那个地方 又有一些大的变化 这是自然的 但是他早期经典的一些论述 那就基本就是 我左边这一列的 上面列的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对于一个 不适于这个 中国古代 这个思想为专业的 一个学者 了解到这个程度 已经够了 学生和学者 了解到这个程度 都够了 那么我也觉得 因为我们 我们做这个思想史的 有一个流派 是特别讲究 威严大义的 就甚至就是 就是一篇对话 我可以写一本书出来 孔子跟谁一篇对话 后面可以写一本书 结合他后面 各种历史史实 后面这些 我们本的新的产发呀 全是 但是 我是一个做社会科学理论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 这些表述 在我看来 首先不是 威严大义以否 首先你的理论 就是信息 信息最简单到理论 就是 A会导致B 这是最简单的 信息化的理论表现 我在座可能有做功课的 对吧 我就几个命令下去 他就会出来一个结果 社会科学 其实也追求这个东西 我找到一些变量之后 他后面会 去定后面 我所关心的东西 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我提供到路径 恰恰跟现有的 一种相反 他不是要把很多理论的 我不反对有人 去做威严大义式的前世 但我觉得也需要一些人 把那么复杂的东西 给他简化 给他社会科学化 给他高度的结构化 至于剩下除了结构化以外的那些东西 如果你不专门研究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和前面 去反复读那些 脂脉上的各种各样的文章 所以我也希望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所以呢 因为大家的使命不一样 所以我呢也跟我一些同行 私底下比较熟悉的朋友说 我说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个书有不足 我说你重点看看 我这个书提供了什么别人没有提供的东西 我这是我的书的家 可能还有缺陷 对吧 而且我现在这么 我在反反复 我现在初版了以后还在读嘛 读下来发现还找到 那么两三个技术性问题 我再版的时候都会进行修订 一些年代上的问题等等 这样一些个别表述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重点的价值 在于他提供了什么别人没有提供的东西 我可以说句实话吗 我就说我认为你的书比你今天讲得好 我们再有两个问题 今天其实比较大的收获 其实就是提供那个结构化的 结构化的视角来看这个如法道 那么这个其实对我来说 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视角去认知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框架放在这个世界史的 去角度去考虑的话 那结合刚刚周老师您说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不是选择体 其实是三个都有 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 应该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的这种结合体 那如果说放在世界史的角度 您刚刚在PPT上也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其实也经历了和整个世界史一样 就是去诸侯 然后那个集权 然后最后再发展出两种不同的这种政治方向 那么就是我想提一个可能 就是您有没有把世界史范围内的那些思想 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如法道的思想去做一些对比 然后最终看一下这两种发展路径的区别的根源是什么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您先回答 非常好 但这个问题也不太容易回答 我总的来说是非常有节制的来说 我这个书的任务和它的目标 会有一些比较 你会比方说像 古希腊的这样一个整个系统的论述 和中国这个 纯旧战国史这一些理论 那差别是非常大 应该说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 那么我想你要是有兴趣 可以推荐两套书 这两套书质量都不错 一套书就是劳斯关的这个 中国哲学史新编 它应该是四卷本 你如果想了解 就先前这部分也写了很多 那它不光是一个政治理论 它涉及到一整套的思想哲学方面 还有一套书是 现在也出了中文版 牛津西方哲学史 它第一卷专门讨论古希腊 你去看看古希腊人的那个框架 它世界的方法 它的概念体系 它的论识论 它的本体论 它的逻辑学 那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至于说不同的古典文明 为什么差异这么大 说实话 我无理回答 因为我们在维基百科上 我们在亲爱的GPT上 你都可以找到 包括谷歌上 可以找到很多 关于这些方面的文献 但是我呢其实 因为周老师应该知道 我其实不是一个 专门的思想史研究者 我这本书是有点 冷不住才写的 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 冷不住才写 我确实希望成为 一个是给大众 或者学界 大部分不研究这个的学生和学者 提供一个相对比较结构化 系统化的文本 另一方面 我也希望做一个搅局者 我说你们都这么研究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这个恐怕得有一点新的思路吧 然后用我这个框架呢 其实也还可以分析 后面的很多 你比方说1840之后 中国面临西方的冲击 我们不是产生大量文本 很多的大量文本 有革命和激进的 有很多不同 学术当中也有 怎么样对待中国 中国的国故 对吧 怎么样对待西方 西方之间的关系 我也遇到个问题 读进去之后 出来 那么多文献 对吧 但是用我的框架 可以把它搞得很简明 很清晰 比如梁启曹的政治理论 放进来讨论一下 这个孙中山的政治理论 放进来讨论一下 没准我们还可以 找一个更加改良的 或者更加顽固的 因为顽固 它也面临一个问题 西方的冲击这么大 中国怎么自保 它也没有一样多问题 它也有一套说法 它这套说法 我们今天按传统的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如果按照中国古代 政治思想史 一样的写法和读法去弄 这个对大部分 年轻的学人来说 就是搞不懂 太庞杂太难了 太多需要了解的东西 都搞不懂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 社会科学的视角 就让这些东西 变得就够滑 清晰明了 所以我希望后面 也许会有人 有学生或者学者 用我的框架去研究 其他的一些 像中国近现代 遭受西方冲击之后 我们怎么开始重新考虑 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出路 所以我希望这方面 有一些过去 好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我原来说只有两个问题 那怎么 你说吧 咱们简短一点 我希望包教授 回答也简短一点 好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法家这个 君主中心论证 这个君主 是一个实实在的个人 是一个实军 还是说 是一个象征着 权力来源的一个居君 你可以两个角度来解 从抽象的角度来讲 任何一个国家 都有一个最高权力的 执张者和行使者 所以他可以不是具体个人 但是他得有这么一个东西 但另一方面 他也是实在的 因为他是一个 掌握最高权力的 那个统治者 所以他是个实军 好 报老师您好 我就是想问 就是您最开始提到 范式革命 那您有期待过在 先秦 比如说专门做先秦历史 或者古文献学这方面 有引起范式革命的这种期待 我因为我基本上是个搅局者 对于这个做先秦研究 和这个政治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人来说 但他们先秦学界 也已经注意到了我这个研究 我11月份要到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去开一个会 他们就是这个 中国先秦史学会 法家研究会 我跟他们说 你们是不是想找我 去当面批评我 我说 所以他们 我想会引起 会引起一些讨论 因为学术嘛 只有在不同的这个观点 争论当中 才能进步 尤其是当你提供 不同论知框架的时候 也许事后证明 我这套说法 可能也不靠谱 对吧 可能就是一个社会科学家 到这来胡说八道 就可能对他们的研究 所面临的议题也不合适 对吧 没准证明是这样的 但是没准靠谱 至少可以提供一些 不同的理解 而且我还跟他们说 我说我尽管是个搅局者 但最终没准还帮你们 把这个产业做大了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有更多年轻人 可以来理解和读这些东西 跟关心这些东西 是吧 没准还把你们市场做大了 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友好的搅局者 所以至于说怎么样做这些研究 我其实 我肯定本身并不是很在行 你包括像 葛先生给我写的序 他重点也是推荐的 我对这种不同的视角 他也没说我是个先行的 什么理论专家 是吧 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想作为学者 应该有置之 知道自己边界在哪里 自己悠长在哪里 不要在自己 这个没有悠长的地方 去给他们这个指点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老师 我还有一个地方不明白 就是对于这个理想社会模型 假设它是真的理想社会模型的话 就是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的话 那么对于道家 他这个小国寡民 就是您刚才讲的 如果他这样的话 大家都在自己很小的一片土地上 没有任何交流 那么不同地方 就是怎么做这样的资源的调整 然后让整体 就是发展的更快呢 然后如果是像法家的话 如果是他就是 这种以制度呀 是在四方 要在中央这种 那会不会因为 就是各种制度制定的 过于严格 或者是某些不合理 导致有一些人 不开心或者是一些其他事情 然后导致一些其他问题 然后如果是儒家 这个就是他的终极目标是天下围攻 那就是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 有人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 然后又出了问题 就是这个这个理想模型到底成不成立呢 你的问题很好 你看看我下面最后一行逻辑反思 那其实就是在反思这些问题 那尽管我很多这个 像今天的讲座当中 因为时间所限了 其实这个书里头是写得很清楚 就是我在花大量的时间 反思这些问题 大家看我书这个 我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我用了庄子 这个话是很有深意的 我说行文之词 面对书桌上堆满了古代典籍 我再次想起了庄子的话 无以善知天下者不难 就是恐怕恐怕要通过这种方式 要实现天下善知 恐怕还不是不是一个理想的途径 我说的比较隐晦 但其实其实很多是反思 但这不代表这些理论当中 没有值得见见的地方 只是说我们在这个 这个以往的这个书呢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说很多是 就是论事会有一些反思和讨论 但是它没有一种 从我把它 我最后一部分讲到 从本体论到论事论 到逻辑学的系统的反思和检讨 我们我们其实需要 这样一种系统的反思和检讨 也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把那些 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 我们如果一股脑的去 再回到先秦的思想 试图在那里寻求 现代国家治理的药方 这个基本是个错误的方向 但不代表没有值得借鉴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都值得借鉴 所以我整本书除了学术的一些讨论以外 其实还希望引发一些关于 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 在古今中西之变的条件下 究竟如何 一个恰当的方式 既不是全然的接受 也不是全然的批判 但是我们要基于学理经济 深刻的反思基础上 然后来怎么样恰当的对待 我们先人的思想 其实还有这样一种意图在里面 当然能不能实现 还要看后面学界对这个书 有多关注 因为这个书出版时间 还一个多月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们再次读着 今天听了这个 包教授想 对 现在很多政治学的学者 都在做一些学术的研究 我有一个非常尊敬的好朋友 宇可平 算是你的校友吧 你要学我 他跟我说 他现在就是在做学术研究 我觉得呢 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是非常有好处的 包教授呢 很年轻 但是他很努力 他已经出了很多书了 当然也写了很多文章 也许再过若干年 包教授会成为一个 更加著名的学者 不过呢 跟孔子 孟子 庄子 老子不一样 我们不能叫你包子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大家一起照个相 好啊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好 我们不能够我冲天嘛